而且妳現在愛得很深的那一種 就是要抱得越抱越緊那種 因為那時候拍那個戲的時候 我剛好沒有男朋友 然後我那場戲 我跟他拍其實每一場戲 我都要哭 然後導演就說叫我要催眠 自我催眠說妳很愛他 妳很愛這樣子 他都教我們這樣教戲 妳是不是得不到就是會比較愛啊 就是就會有一個心態你知道嗎 妳不是還跟編劇要求說 要加一些妳跟他的激情戲嗎 沒有 我跟導演講 開玩笑說 為什麼不讓我跟丁哥有抱或吻心 因為我們都沒有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啊 可以啊 芊妮凡想跟誰抱 沒有啦 給我們抱一點 已經來不及了 過了 拍完了 哪一齣戲 哪一齣戲也沒有抱到 他跟葉童演夫妻 不是那一步了 葉童 好 你怎麼會跟葉童演 因為那部戲我演 因為那部戲我是從二十歲 可是要演到五六十歲 所以就是百分之八十的那個戲裡面 我是老人 我演老人 就是要畫很多妝 然後是一個反派的 然後我演很強 因為眼睛塌了 反而會更多層 其實我們上一部戲 我們在內地也合作一部戲 我們兩個就是演夫妻 你為什麼跟陳宇凡也是就不動情呢 我沒有說 不一樣 霍建華那個是第一齣戲 是初戀 他這個是算老頭 你現在是老鳥了 對 這個跟他算是就是 我覺得剛開始拍比較容易 剛開始拍比較容易混淆那個感覺 對啊 我覺得第一次 進入演藝圈認得的人 像曾小姐跟王先生這樣 是最真誠的 對 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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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讓回我們嗎 不親一下手嗎 不親一下手嗎 不親一下手啊 對 有一次拍一個 跟梅芳阿姨 梅芳阿姨演我媽 跟梅芳啊 梅芳阿姨 對 他演我媽媽 然後我爸爸死掉了 然後說他不吃 每天都不吃不睡 他在小閣樓上樓梯 我一看到梅芳阿姨 我就開始就哭了 對 難過 因為我媽內症的身體很糟糕 她得癌症 就想到自己的事 然後梅芳阿姨就開始 我就跟她講說 然後導演說 你只要蹲下來跟她講說 但是我沒辦法 我看她那個樣子 我就跪下來跟她講 就跟她講說 你下去吃飯 你這樣子身體不行 怎麼樣... 我哭到全部的人喔 導演就說 我們去樓下 讓他們兩個在這邊靜一靜 整個人哭到停不下來 你說不拍啦 沒有 拍完 拍完以後 拍完以後 哭一整個晚上 那梅芳阿姨還要在那邊陪你哭嗎 她也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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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哭戲 哭戲有的時候 就是很悲傷的時候會這樣 所以王靖民當時哭成那樣 是因為跟曾婉婷吵架嗎 沒吵 因為剛在... 你還要再玩 不過我也有 我也有可以試 我跟你講 她鬥志超差 她只要被整個五分鐘 她整個人就放棄了 然後被她拖 我的戰鬥值數很低 沒有 我也有一次是拍戲 類似的經驗就是 就是 我拍一場戲是我要出嫁 然後我爸爸要牽著我的手 然後... 那不就是現在的事嗎 不是... 我爸不在 然後 那場戲我就整個崩潰大哭 因為... 因為我就回想到 因為我爸走了嘛 是 然後我就回想到 那時候我姐姐出嫁的時候 OK 然後她也是牽著她的手 她在哭 這時候不能一念 這時候不能一念 那時候不能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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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直很遺憾 就是... 我沒有機會 你肩膀給人家靠 快點,你哭得要懷你了 就是在... 剛剛正式來說不哭 現在哭什麼 我急到夜 就是... 我沒有來... 妳要抱她 她在講這個事情嗎 妳們... 就是我再也沒有機會 就是讓我爸爸 牽著我的手 是 然後進教堂 所以這種事會很感傷啊 當時演的時候 就是拍的時候 就整個大崩潰 哭得很慘 不要哭了嗎 不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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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肩膀會跟你父親一樣困 可是我覺得今天在空氣來 就是死也不抱一下曾婉婷 是 真的嗎 我覺得這樣很... 身世風度有...不夠高 對啊,要結婚的話 不是,因為她一抱 你們又開始在寫說 你看媽媽,他們真的在一起 什麼之類的 我們約這樣好了 就是... 汪建民抱完這碗庭之後 我們就不再提你們兩個 要結婚的結婚 你講的喔 你相信嗎 你真的相信 講的喔 你說的喔 你們兩個是... 我們就不再提你們 要結婚的結婚 為什麼 為什麼 但是我們會提你們交往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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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的沒有啦 拜託,不要再你拿 怎麼會不會 那麼好的男人 你們就承認了 你知道嗎 陳宇帆巴掌呼得好 對手英文很重要 陳宇帆呼一言 要講巴掌 他會這樣 對手英文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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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有一個我很好奇 說你有遇過一個資深演員 演打人的是演得太逼真 我講 我相信我一講大家都知道 你說他打他的用人的背 對... 他要打他的用人 他的用人也是資深演員喔 因為他的用人做錯事情喔 導演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你一定要穿厚一點 冬天 他一定會來真的 然後那個... 那個演員穿出來 導演跟我講的 但我覺得是慢真實 導演他說那個演員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笑了 因為他穿得很胖 他穿很厚 裡面有棉袄 然後還穿幸福 所以很多在笑 所以很多在笑 你怎麼這樣 好啦 就來 就開始戲來拍拍 然後他要把它抽到 真的鞭子啊 就是馬鞭那種鞭子抽他 拍完戲以後他一樣被抽 皮是裂開的喔 好幾條的那種戲 是有棉袄嗎 一樣啊 被抽到裂跳 真的啊 這個男演員手勁很強 很強啊 然後他... 我們同一部戲 水銀街那個 另外一個男主角 被他們兩個拍打架的戲 他真的打人家啊 所以應該... 真的把人家臉打破皮啊 可是有很多呼巴掌的戲 不是就一直打不下去 然後最後就太難了 那可以來真的 我覺得... 所有的戲我覺得呼巴掌 一定要真的 最真實 陳宇凡呼夜童巴掌 真呼 我一開始就是 第一場跟他對到戲就... 你想要變Man對不對 沒有 第一場戲就是看到他就是 應該是那種比較柔的戲 就第一場就是要呼 他就呼好幾次 然後我就很害怕 你講呼夜童巴掌 我不敢啊 我就很挫啊 我就應該舉個弓 然後他也很客氣 然後我們就走了一遍以後 然後當然說你先試一下位置 我要看一下那個位置 那可能說比如說他在這邊 然後我就這樣 就差這麼遠 這麼遠啊 他就不敢嘛 然後就... 可是我就裝得已經有呼到這樣 然後當然說 他不是有那個... 那個聲音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monitor 他就說 看得到 就這麼遠 所以我就越呼越近 呼到十幾次的時候 已經快要到了 然後那個葉雄姐就說 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打人 那我知道你看了我很緊張 你就真的打 他因為英文跟我講 然後我就... 聽到英文我覺得挺親切的 我就呼下去 就... 我現在很喜歡打老外 不是啦 你比較親切啦 這次有呼到他這樣臉 都這樣扭 可是我覺得葉雄姐很厲害 他呼到以後 他就飛出去了 因為他一定要配合這一次 你說不容易打 你就好像出去嗎 就是他飛到 就是我們本來應該打他 他應該是... 就是... 只是轉個臉 他可能因為前面已經 他覺得浪費他有時間 他應該要把那個戲 演出一點 一打他就整個好像是 我把它丟出去 他就飛到沙發上 然後就開始演一大堆 這像什麼都一樣 飛出去了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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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戲啊 什麼飛機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那種戲 他們當中有一個奇怪的人 呼過高領峰巴掌耶 對 這不是很古怪嗎 而且他滿竟然是演 你跟他講演什麼 他跟我原本是很相愛的 一對戀人 可是後來我還在線上 你跟高領峰演戀人啊 你怎麼會跟高領峰演戀人 我都要演他媽了 他上不戲 你上不戲把他找他 演他姑姑 演他姑姑 可是我們兩個曾經演 應該是什麼余小平這類的 輩份子 還會演高領峰的戀人吧 而且項羽傑演徐傑媽媽的話 你接到這個邀請沒有翻臉嗎 會 I'll try